云林县是国内西瓜的主要产地之一 这当中又以二人相似云林之坠 每年五月份二人相公所都会在盛产期举办西瓜节 呼吁各地盘商二人西瓜已经上市欢迎前来采购 二人西瓜节其中的一项特色就是能够在现场免费吃吃 而且是无限量供应 道道滴滴的西瓜一化开后 马上让现场民众品尝着鲜甜的好滋味 除了好吃的西瓜外 现场也有好看的西瓜 这个可以储存一年以上 又可以摔不破 它是一种特色的 它的纤维纸比较出 有润性性像橡胶一样 二人相西瓜主要种植在浊水溪河岸 面积广达两千公顷以上 无论是品质或是数量 都是盘商采购的首选 我们今年的三年 差不多一公斤有四万金左右 我们面积差不多两千多公斤 今年因为落海关系 三两减少两尸 这个价价和隔离比较起来 差不多了 都有五六公斤有 二人西瓜节另一个活动重点 就是母亲节表扬 公所特别选择在人潮聚集的活动当中进行 希望妈妈们能够接受外界的祝福和掌声 记者李明彦云林采访报道